我们当时呢在这个去跟这个装修的去沟通的时候 然后涉及到最后一个总价的问题 他说呢就是帮我们升级一个鱼骨系列 好像要耗材高还怎么样 反正总价要高很要高出一部分来 今年5月份张先生跟宿美极佳科技有限公司 肖山分公司签订装修合同 装修款13万多 地板费用没有单独标注 合同显示地板物料是强化地板加鱼骨拼系列 三个房间加了5600多块钱 张先生表示他理解的鱼骨拼系列 是使用鱼骨拼工艺拼接地板 但是实际上它给我们铺的呢 是这样一个纸板可以看到 它这个是纸板这样去铺的 而这个所谓的鞋的这个鱼骨拼啊 都全部是花纹 并不是真正的鱼骨拼 你看它这个 这就是一个一个一个的 你看这花纹可以摸一下 根本就没有所谓鱼骨拼 效果就是你看这样一个错开啊 或者说在这样一个接触的地方 不规则对 整个的地面的纹路的话就不好看了 实际上只是地板上有鱼骨纹 张先生不能接受 采访时装修公司项目部负责人赶了过来 如果正常的是这样子的啊 就是说不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369铺法 这是我们别的工地就是这样 不增加套餐的 就是不增加钱的情况下套餐 就是这样子的 他们家就是升级的呢 我了解了一下啊 就是板子也大了 花纹也就是做成了鱼骨型的嘛 如果像正常的那种实木的啊 对不对 要要打地笼的那种鱼骨的 那种的 就不是不是这个价钱能做的呀 之前 装修公司工作人员在微信中回复 合同中只写鱼骨拼系列 并没有写鱼骨拼工艺 吴景丁表示 他只负责施工 至于前期怎么谈的 得问工程部 张先生说 他多次找装修公司要说法 但都没人对接 真的说不愿意多少来谈 或者怎么样 那我们数据就是说 既然你没有按照当时 这个答应的这样一个系列去做 那你就把你这个地板都拿走 把对应的钱退给我们嘛 中间有一个误解呢 就是我们那个地板 它是以前不是一个小地板 就升级了 现在是比较宽的一个地板 然后那个鱼骨花纹呢 是上面的 就是地板上面的一个造型 叫鱼骨 然后客人就是认为了 是那种鱼骨斜的 直接是对斜工艺的那种 这我们当时也讲了 这个其实它表面看起来都一样的 不能凭感觉 说是那种 你现在装完了 当时都是签合同干嘛 你装完了 说我不是 你要退我的地板退了啊 那也不太合适嘛 等我去整理完 我再跟他约时间去谈都行 张经理表示 三个房间地板的具体费用 他要查下 接下来会跟张先生协商解决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 nn zn